Leo聊事記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朝鮮對上瑪麗 那這場比賽也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韓國朝鮮這個文明 朝鮮這個文明我會把它稱為是 哥德的木頭版本 因為哥德的單位是可以省肉的 步兵 那韓國朝鮮這個文明的話 它是省木材 就是軍事單位都有這個木材減免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蠻適合稱為工兵版的哥德 他出大量工兵的話 算是蠻省錢的一個方法 那韓國朝鮮之外 還有這個投石車的一個優勢站 它的投石車可以減少投石車的最近的一個距離 因為投石車如果你只要貼近的話 是沒有發射出去的 但是投石車在朝鮮裡來說的話 是沒有這個限制站 基本上最短距離連一格都可以投出去 只要空一格的話 好像還是可以投出去的樣子 反正距離是非常短的 那除此之外 這個朝鮮 它還有這個投石車的一個射程可以增加 那這個射程呢 是要到帝王時代才可以研發的 所以也算是大後期的一個能力 好 那稍微來講一下 朝鮮的一個挖石能力 朝鮮是四季帝國裡面挖石頭最快的文明 那它的塔攻也是非常強勢的 那雖然在封建時代不會特別強 但是它有這個優勢在 就是採石頭的一個 石料的一個加成 可能人家要挖四個人去挖石頭 才可以跟對方對查或是五個人 那基本上朝鮮只要三個人或四個人 就可以一直連環塔插到底 把對方插到懷疑人生 這種可能是有的 而且朝鮮在生時代的時候 封建時代到城堡時代這一段時間 一到城堡時代後 就可以變成料望塔 變成這個防衛劍塔 那帝王時代就會變成這個大型劍塔 所以這個劍塔的一個加成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 雖然它的能力不會特別強 除非你要去點這個銀罐 它的銀罐是一層科技 可以增加料望塔的一個射程 那射程是加二 所以它的料望塔也可以算是 在世紀帝國裡面射程最遠的料望塔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瑪莉 好 我們一樣用這個未探索模式 瑪莉的話 是我以前很喜歡玩的文明 因為在世紀帝國決定版 剛出的時候 我覺得瑪莉她這個能力非常有趣 因為她的金冠 是可以讓騎兵攻擊力加五 那在以前版本的瑪莉 這個能力是可以讓輕騎兵吃到的 那很可惜喔 現在這個版本 印象中只能給騎士跟駱駝吃到 好像輕騎兵是吃不到的樣子喔 欸 我不確定欸 這個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看有沒有點這個金冠喔 那我印象中是 輕騎兵是吃不到的 欸 還是這個是 立陶宛的那個能力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瑪莉喔 那瑪莉的話 她的金礦是持續多30%喔 她這邊你看一下喔 這邊黃金總共有 欸 五千六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般都是五千六 我們來看一下黃金 欸 五千六 欸 兩邊都是五千六 大家都會說 欸 兩邊不是都五千六嗎 那這個能力呢 我其實也不是太清楚 她這個持續金礦多30%是什麼意思 那有觀眾知道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補充給我 呵 因為這個能力我也是 搞了很久搞了很不懂 那黃金來說的話 她應該是指黃金的採集量吧 欸 這個金礦採集量吧 但有可能就是村民去採集的時候 可能實際採 她總共可以採五千六 但事實上可以拿到多30%的黃金 所以意思是說 她五千六晚完之後 可以拿到七千黃金的意思嗎 我在想應該是這個意思喔 那比較符合C帝國的一個系統的設定 好 那除此之外 瑪莉這個步兵 有非常高的一個遠防能力喔 所以她是遠防很高的步兵單位 她這個疾兵防禦應該是 全遊戲裡面最高的遠防 這個單位了 欸 看一下這邊 欸 這裡 沒卡到村民 要是剛剛卡到的話 可能直接撿一村喔 好 那我剛剛有想到一件事情喔 其實立陶宛的這個金冠 這個塔盾技術 可以讓長長兵遠防也架二 但我剛剛仔細算了一下 感覺還是瑪莉的步兵喔 戳戳來說的話也是最高的 那感覺瑪莉的打法也算是挺硬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撒到一村 好像很困難 村民沒有先被卡住直接繞跑走了 這一隻獅子我可能會直接跑掉 應該不會再去卡了 好 這兩隻棒棒 欸 三隻喔 這也是三隻棒棒 三隻棒棒也要準備去尻瑪莉的村民 但瑪莉這裡沒有準備好拉兩村 直接往左邊跑 但是這邊來得及嗎 這個可能會被尻掉 有在蓋嗎 有 馬上把這個殘血蓋起來 OK 那這邊伐木村民 稍微守住了這一波攻勢喔 那這邊村民喔 也是時不時來抵抗一下這邊棒棒 稍微模仿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三隻棒棒可以這樣一直敲 兩邊棒棒其實都是算蠻早的 但蠻特別的 他這邊 兩邊升級封建時代的時間點 都幾乎是同時 都是23村上的 那為什麼會挖這麼多村 有點可怕的 有可能是這個 也不可能啦 你棒棒互打 怎麼可能會拖到封建時代上去 這邊我也不太清楚了 這可能要問皇甲克本人 那皇甲克本人的話 是我們現在華人之中 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他是在這半年之間 把這個成績 一步一腳印的 慢慢打上來的一位高手 我個人是蠻看好他的 因為他這個實力跟Hera有點像 就是那種高水準高操作 然後也注重經濟的玩法 然後手術很快那種打法 個人是蠻欽佩這種玩家 像菲克也是喔 菲克也是手術超快 反應超快 我覺得皇甲克有這種素質在喔 跟天光雄也蠻像的 哇靠這是怎樣 為什麼這個步兵出這麼多 哇這邊出到五隻 欸沒有總共四隻而已喔 四隻之後然後點一下裝甲 這邊裝甲這邊想要直接包起來嗎 欸直接回頭卡位 唉呀這邊皇甲克的技魔失敗了 但是回頭直接敲死刺頭 刺頭這邊 欸很危險會被抓嗎 沒有趕快包 但是這邊又被打進來了 完蛋 哇這邊手很忙 但是外面的裝甲步兵可能要砍進來了 沒辦法 扛進來只能建立第二道防線了 那這兵果樹的村民可能就要大難零頭了 好趕快圍起來喔 把自己圍到命不透風 那這邊裝甲步兵就可以選擇去打這個魔反了 那這個魔反的話應該是很快的 可以把這個魔反給敲掉 這邊棒棒持續在敲 這邊也想要抓一隻聰明 但是來不及抓到 很可惜 好這邊皇甲克嘗試使用Vipe的招數 想要去圍住這些裝甲步兵 但是很可惜 對方反應也是很快 哇這個對手 很厲害 這個是誰啊 Nemo Nemo 這個我不太熟 這位玩家有點厲害喔 這個反應都蠻快的 哇很難得我會看到 讓皇甲克出現苦戰的對手 哇這邊直接衝進來了 哇皇甲克本來想要來這邊 但來不及喔 哇這邊直接被鑽進來之後 可能後面有點來 我也會來不及 哇果然這邊直接走到後面 好這邊又比了一吋直接出來 但是後面有這個故宮喔 開始出來射射了 好皇甲克也是 也是沒有視落 開始也在互相燒喔 但是這邊燒我的 比重喔 是對手燒我的比較 更 更傷一點 這邊還有一隻裝甲步兵 想要卡位 來不及卡到最後一下 很可惜 這個裝甲步兵差一點就拿到一吋 好那目前瑪莉這邊拿到的是兩吋 欸沒有不是兩吋喔 是兩隻單位 聰明一直都沒死 皇甲克的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好這邊直接 只用聰明直接拿出全套互打 但我覺得這個互打不太好 因為其實弓兵數量已經開始變多了 直接去撒田就好了 OKOK 還是撒田 沒錯沒錯 好那四隻布弓直接解掉 這邊四隻裝甲步兵解的很棒 好但是右邊這邊可能還是要在微向 那這邊也是喔 可以有動 那這兩邊都是屬於一個開圍狀況 但不確定瑪莉這邊會怎麼打 因為瑪莉其實打法算是 對弓兵來說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 欸沒有三級射的 弓兵路線是比較虛一點的 雖然他有這個強弩喔 但是喬弩來說沒有三級射是太傷的一件事情 那最有可能喔 這個瑪莉打弓兵路線喔 應該就是出這個戰矛 加上這個彪悍精神 讓騎兵加5攻擊力的效果 去直接硬吃騎士喔 可能會更實際一點喔 不然就是出這個劍勇 因為他的劍勇遠防是8的樣子 8還是9 反正遠防超高 因為每個時代都會加1防 所以他這個劍勇來說 出起來也是不虧的 對 所以瑪莉這邊怎麼打 我覺得蠻好奇的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玩瑪莉喔 很喜歡爆這個 便宜的 便宜 爆這個超級 攻擊力超級高的一個騎士傷害喔 直接去硬吃對方的單位 不要換技能是我以前最喜歡玩的 好那這邊 黃甲克 直接拉了一些弓兵喔 到前線 看來要去射洞洞了 偷偷去把這個洞洞射進去 要怎麼射進去呢 要很大膽射進去嗎 還是要小心一點的射進去呢 我聽小怪怪的 好像哪個怪怪 這邊工兵 直接在這邊偷射射 然後右邊也拉了幾隻 也要對右邊的村民偷射射 這兩隻女村民被射到 直接絕頂升天啦 哎呀 被六隻直接多人混戰射死了 但是瑪莉也是不甘失落 直接出了一堆弓兵要來反擊 但是這邊出的是弓兵喔 弓兵路線 對瑪莉來說 並不是太好的一個選擇喔 但是如果要早點上城堡時代的話 還是要出弓兵喔 因為畢竟出這個毛兵 是需要吃肉的 出弓兵的話不需要肉 還比較好一點 而且它本身是有個 挖精的一個加成文明 就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挖精能力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邊直接把單位往下逼 這邊分兩隊走 但是右邊的主隊過來 要跟右邊這兩隻小宮會合 就要來繼續這邊騷擾了嗎 好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弓兵沒有在控 王甲克這邊好像有點忙喔 這邊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點一下戰矛的升級喔 喔果然喔 瑪莉果然打戰矛還是比較好 他累積太多弓兵喔 對瑪莉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所以瑪莉最好是不要點這個奴兵升級 要點是可以啦 但是你絕對不會去點到帝王時代這個強奴 你去點下去的話 基本上是輸一半 所以頂多就是奴兵 瑪莉最多奴兵 OK這邊要直接走進來嗎 想一下 這邊想一下 決定不走進去 因為這邊是一個直線路線 如果直接走進去的話 提時就直接射爆這個範圍 好這邊修操作 直接攔截一隻剛出來的弓兵 但是王甲克這邊上時代有點晚了 哇這邊可能要直接進來了 來不及收 收得有點慢 可能可以殺到一隻弓兵 完蛋 哇靠一直都打不到 哇 這邊直接就用村民打架 後面大量工兵過來防守 奴兵個急射點下 但是死了一村 哇靠 這邊王甲克損失殘兆 已經死了四村了 村民宿但是沒有被拉開得很遠 這邊瑪莉玩家 並沒有一直去按村民 村民好像有斷村的樣子 好升到奴兵之後 就可以有效對抗對手的戰毛了 好那這邊把弓兵射死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弓兵往後拉 剩下用騎士 去直接硬砍這些戰毛兵就夠 反正戰毛應該射不太死 村民 欸靠我剛講我就被射死一隻 瞬瞬間打臉現場 好一隻騎士開始 雙一挑釋 輕輕鬆鬆 好這邊再加速一下 看起來 黃甲克要開農了 黃甲克其實被騷擾到了 有點傷 所以經濟有點傷到了 好這邊看來 這部弓兵要直接走進去 喔這邊點了一村不錯 這裡再進來 可以再拿一村沒問題 下一隻再來 三村 四村 五村 拿到五村的 好一點之後 這邊再來 六村 七村 八村 九村 十村 哇 這個很傷欸 瑪莉這邊已經人口被拉開六村了 哇好七村喔 哇 這一坨弓兵進去 殺到太多東西了 已經有點回本了 雖然這一波兵送掉有點傷的感覺 但是能殺到這麼多村民 哇 這裡又一村 哇靠 欸差距快十村了欸 然後再把弓兵收掉 他這個 黃甲克真的是 細節手術操作型玩家 本來這村好像有機會 但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已經殺得過本了 殺十三村啊 哇靠太扯了 黃甲克的實力就是這樣子啊 直接進去殺一波送了也沒關係 能殺到村民就是我賺 這個觀念很好 既然經濟前期被騷擾到了 那你不要殺回來 我沒殺回來就完全沒機會了 好 那來看一下前方這邊BK能蓋好 OK蓋好之後頭車開始出 這邊毛病可能要有點危險喔 OK一出來直接先砸死一隻 騎士直接過來無雙蛋 騎士的時間很少 直接被插死 完蛋 因為這邊騎士並沒有馬海科技喔 朝鮮這邊騎兵路線是非常弱的 他只有二級反跟二級的近戰攻擊喔 好 那朝鮮想要來前置高地堡 但是不知道 這邊是沒有視野的關係 蓋這個高地堡 但是這兩個馬就在這裡 那這個 能蓋得起來 頭車直接開閘 閘到一發 但是這邊工兵死的人數有點多 這邊想要秀 踢踢板沒踢到 好 這裡再踢一下地板 能不能踢到正確的站毛位置呢 喔 準確 全部雜光 但是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準備大難零頭啦 這邊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能蓋得起來的話 可以對瑪莉造成巨大的傷害 哎呀 結果直接圍死了 很好很好 這個圍得很好 這個圍法很像那個Viper 高速手速直接圍爆 然後保護好這些村民 然後這兩隻騎士 應該可以把 應該可以把這隻騎士收掉 四隻工兵 不直接硬砍了嗎 沒關係 有城堡cover 好 現在沒有彈道雪 射得有點歪 現在剛好有三百木 可以考慮一下 不要點 一講完就點 對 可以看到這個城堡射得這麼歪 我看黃甲克應該也是受不了 我已經受不了 我一定會點 好 這邊把這個洞補起來 阻擋一下騎士 那家裡的修道院有蓋了嗎 修道院還沒蓋 這裡沒有補修道院 原因是因為沒有木頭 這邊木頭在補房子 跟再去拉拉挖木頭 還有在按工兵的關係 所以這個修道院 沒辦法即時下第一線 那如果沒辦法即時下修道院的話 家裡防守可能要小心一點 這個工兵可能要送 黃甲克還打血滿 但是對手沒有發現到 其實很少而已 好 那黃甲克決定要用塔弓了 原來是韓國關係 這個防護劍塔是免費送的 從料光場直接升級 省下這個研發科技的時間 跟資源量 那踩石頭也是相當的快速 五個村民就可以把這塊主石挖得差不多了 好 家裡補下一個防護劍塔 嘗試要防守 但是由於工兵很多 而且有彈道學 輕輕收衝就可以收掉一隻騎士 好 防護劍塔蓋好了 那這邊也是 OK 這邊防護劍塔蓋好之後 居然還有往前插 這個有點太貪心了 哇 直接死一村 戰毛直接硬點點掉了 好 這邊再射一下 看能收得掉吧 OK 收掉了 這個毛病沒有控 還是蠻痛的 因為防護劍塔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7加2 攻擊力9 好 那這個城堡已經賺到很多東西了 賺到了一個TC 然後還賺了大概6片田 還有兩個馬舊單位的一個騎兵出來的血量 你看這騎兵一出來 直接射死一隻 第二隻可能還要殘血走掉 哇 好虧 這個城堡真是差得不錯 好 那這邊馬力前線城堡被拆掉 城堡TC被拆掉之後 把自己的家裡稍微圍起來一下 想要先來打農事了 後面再補下一個TC 現在是3TC順利運轉 後面還有一個TC 總共4TC 那黃甲克也是剛點下4TC 但是他這邊有個小小的失誤 這個獸根技術 到了36分鐘才點 要是他在點城堡時代的等待時間 就點下這個獸根技術 就可以省下更多木頭 那黃甲克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損失太多木頭去補這個農田 好 讓自己的經濟搞得有點差 如果他有早點點的話 可能可以省下300木頭左右吧 那就可以更早點點他這個彈道去 好 那黃甲克一直想要把這個料王塔 防禦箭塔給蓋起來 但是有點困難 前方這邊的毛病有點多 好 那這邊還有讓兩村進去 加上三隻弓兵 增加這個傷害 欸 這邊居然是有點液程技術 這個不錯喔 這個射程超遠的 8加2射程10 哇 超遠 這個箭塔也起來的話 就會直接傷到這邊農田地方 所以這邊馬力 可能要好好守一下這個區域 這邊投子車被射個幾下 這邊靠著投子車的掩護 直接往前投一發 順利收掉對方的投子車 那收到投子車的話 對方的戰毛病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直接硬疊 但是後面突然爆出大量騎士 過來直接一個衝鋒突擊 但是還是順利的把這個防禦箭 蓋起來 跟騎士這樣硬砍吃城堡的大量傷害 城堡有這個彈道學之後 打騎士的傷害非常高 好 那這邊搭配衝車 直接一起上來硬砍這個防禦箭塔 黃甲克這邊有點被打回來的感覺 好 但是這個投車是個貝骨仔 直接硬砸自家騎士 哇 這個騎士血量掉很快啊 這個投車真的是 MVP啊 是黃甲克的MVP 這個貝骨到底不行 哇 結果還救了貝骨仔 哇 瑪莉這邊 這個真的是 很好欸 對貝骨仔也很好欸 好 後面補向更多的麻糾 帝王時代點一下 繼續之後 兩邊都是帝王時代 幾乎同時間點欸 哇 他們兩邊這麼有默契 好 那這邊 黃甲克也順利把這個歐斯吉農田 點一下帝王時代 還點這個輪軸技術 雖然點了算晚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有記的點就好 最怕的就是到帝王時代 還沒有點到這個手推車 好 那目前瑪莉手推車點一下 經濟開始爆起來了 你看這個手推車點完之後 每次經濟都會起飛 這是非常誇張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每次都會一直強調 手推車的重要性 好 那這邊被射掉幾村 村民宿其實是差距不多的 那黃甲克這邊有點小小卡人口 145人口已經卡住了 馬上趕快補下房子 好 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防衛箭塔也隨之變成大型箭塔了 攻擊力8加2 那在點下之三級射之後 攻擊就變8加3了 威力非常的猛 好 強武也點下 這邊瑪莉 點下了化學跟三級的一個 弓兵練甲 要來提升戰毛兵的防禦力 那騎士也點下了 三級馬卡也點了 那衝車升級也點 哇 目前瑪莉 能點的幾乎都點了 該勝都升 OK 那這邊是雙兵攻場的關係 所以這邊是可以點下這個 鍛造技術 好 有化學的戰毛兵 就是比較強一點 好 欸 結果這個議程 現在才點了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那這邊點完之後 這個射程會再更遠 8加3 然後再加一個2 8加5才對 哇 這個射程13啊 你看這個範圍 抱歉啦 這個城堡3 那個加2射程 是那個 弓兵的這個升級 給的射程 我忘記這個會加射程 我只記得會加攻擊 射程忘記上進去了 因為這個太理所當然了 好 有一些事情就是這樣子 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很容易被忘記掉了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騎兵衝鋒 要直接硬砍了嗎 這邊工兵直接抓小豆 工兵直接收穿到這個箭塔裡 但騎士直接衝鋒 傷有點高 這邊再讓更多的弓箭手 進這個防禦箭塔裡 喔 這個是大型箭塔了 大型箭塔裡 直接防守 造成箭矢傷其實蠻多了 這邊直接進入射程 但是工兵還在繼續反擊 把這些騎士全部射光 騎士這邊全部倒地之後 沖車也過來 但是朝鮮 這裡並沒有騎士單位 可以來解這個沖車 但是可以出這個投石車 去硬解對方的沖車比較好 可能要趕快去點一下這個投石車的升級喔 OK 投石車開始再造了 投石車打這個陣型蠻OK的 可以砸騎士 騎士可以靠工兵直接硬解 那這個戰毛兵跟這個衝車 可以靠投石車直接把它砸工就行了 但是朝鮮這邊還沒有升級 投石車升級 投石車升級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成本造交有點高 好 來看一下這邊巨頭 直接騎士兵過來硬解解掉了 但是瑪麗還沒有點下她的金冠 彪悍精神還沒有點 好 投石車一直在被這個沖車造成巨量傷害 很多肉馬衝過來想要來硬解投車 但是這邊大騎士還傷害很高 好 肉馬直接快速瞬間倒地 只剩下7隻 好 這邊直接被亂劍射死 這邊黃甲克控的不是很好 這邊送了太多的強奴 雖然這邊利用城堡傷害 換掉非常多戰毛 但是戰毛不用黃金喔 好 那這邊前面有沒有當位可以擋騎士 加上戰毛又直接踢了上來 黃甲克有點難打 對方出這個陣法有點硬阿 投石車要來硬炸 唉唷 炸到了 有沒有 投石車果然還是要來炸戰毛兵啊 不然要幹嘛 直接炸光這些戰毛 好 那這邊強奴就有地方可以輸出了 這邊要小心巨頭 火炮 完蛋火炮直接炸掉這個城堡 城堡應該是沒救了 哇 這個城堡掉了之後 黃甲克還能打嗎 前線可能不太行喔 後面又被繞了一些肉馬過來 黃甲克努力了 再蓋這個大石金塔防守加一點農田 但是前線沒有城堡防守 對方的騎兵可能會更大展一直往前衝 那就後患 後面還有瑪莉的火炮 再繼續踩這個大石金塔 好 瑪莉直接殺了過來 投石車要回頭炸一發 哇 爽 哈哈 倒了一半 這一發真的舒服 好 肉馬繼續鑽 但是大石金塔傷害很高 也是有效可以阻擋對方的一個輕騎兵的攻勢 但是這邊可能也要查一些箭塔 不然這邊會被燒得很嚴重 後面的村民也是喔 好 瑪莉這邊果然是帝王時代出戰毛兵 搭配這個肉馬直接硬吃強奴喔 但是強奴 問題是這裡有投石車 投石車打這個戰毛會很痛 輕騎兵上來要直接硬砍投石車嗎 可以砍掉一台了 但是這邊 又倒了一排 所以投石車給的傷害太大了 好 但是這邊沒有空好 投石車可能要直接倒地了 哇 這邊還砸了一發速度 快點到了 回頭再砸一發可以嗎 來不及 哎呀 但是這邊前面有更多的輕騎兵過來 戰毛兵也慢慢補上 哇 這裡的杜波強奴可能要全倒光了 如果前線倒掉的話 黃甲科可能有點再難打囉 現在後面一點的話要一直吹到家裡了 但是家裡的話又沒有城堡 也沒有大型艦塔可以防守 而且後面的話射箭場要往回補 而且黃劍也又要見底了 目前看起來對黃甲科來說是非常糟糕的一個局面 這邊瑪麗爆了一堆輕騎兵 加上戰毛兵 還有一些火炮 就把黃甲科壓在家裡了嗎 黃甲科還有我們機會 哇靠你瑪麗我們現在才點這個 一級絕金跟一級挖石頭 大家點的有點晚喔 但沒有關係 他這邊的單位都是沒有黃金單位 那瑪麗還有比較特殊的單位 是這個飛刀手 女飛刀手 這個飛刀手打騎士效果也很好 那由於這場是朝鮮 所以瑪麗完全沒有必要出這個 飛刀手的一個能力喔 那飛刀手打弓箭手是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這邊瑪麗非常針對喔 直接出戰毛生滿 然後再出這個騎士喔 但是這個騎士有點可惜喔 這個彪悍精神一直沒有點下 要是有點下的話 可以再加三弓喔 加五弓 總共變成十七弓 十二加七 十九弓喔 十九弓重裝騎士 這麼香欸 不點嗎 火炮這邊 是怎樣 這個射程太遠了吧 十三射程都可以射到火炮了 火炮只有十二射程 這個大型箭塔可以反殺火炮啊 哇 我的天 我第一次看到大型箭塔可以反殺火炮了 我都忘記了 朝鮮可以這樣打 但是朝鮮這邊也沒有人在修 火炮雖然只換掉了一台 但是也有剛剛講到的沒有石頭 就很難繼續守住了 這裡戰線一直被往後推 哇 這邊黃甲克經濟超慘的 一直被這個騎士一直硬硬砍 好 這邊中午要點下金罐了 彪悍精神準備要研發好了 研發好之後 這邊騎士傷害 就要突破天際了 但是這邊疾病一直在網站喔 這邊送 沒有再靠黃甲克是不是放棄了呢 彪悍精神 好 黃甲克打出了GG 12加7的一個傷害 哇靠 傷害超高的 哇很可惜耶 黃甲克這裡打的 真的是可惜耶 不知道該怎麼講 他這邊要打的話只能打頭車喔 頭車把這一堆戰毛砸光 才我可能繼續往前推喔 然後他再加上一些疾病 但是這個疾病出的時間有點太晚耶 敵人已經殺到家裡來 結果疾病一出來又被戰毛打 那疾病要往後派的話 也需要一點手術跟操縫力喔 那自己家的強弩主力 也不能跟戰毛硬打 所以他只要戰毛一出去一陰戰 他經濟又會虧喔 哇那瑪莉這一波打得真是不錯喔 他雖然戰毛兵沒有三級射 但是卻打出了 壓制攻兵果的一個打法 就是肉馬加上這個戰毛兵 這個搭配也是我最喜歡玩的 就是奇兵加戰毛硬推喔 但蠻可惜的 他這邊沒有出肉馬 所以我不太清楚 這個彪悍精神 到底會不會讓肉馬吃到 那確定是中央騎士 是加到12加7的傷害 威力超痛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經濟狀況吧 兩邊應該都蠻慘的 瑪莉這邊是有點晚點的 那黃甲克這邊前期肉 真的失誤蠻明顯的 造成肉量採集真的是 比較難一點 因為自己浪費太多木材了 然後就會造成自己的田很難 早點鋪出來 因為花在同片田上面的木材就更多了 所以自然肉量就會變少 好那食物跟木頭的量都是瑪莉銀 黃金上的話 反而是黃甲克這邊有優勢 這邊會銀應該是因為 他有早點去挖野精的關係 因為前期都是黃甲克在壓制地圖 那瑪莉中間的城堡一打破之後 開始把地圖奪回來 才開始慢慢去用黃金單位 出這個重裝騎士來反擊 那看起來黃甲克的一個 這場會輸的問題 是因為自己太慢出這個疾兵 疾兵太慢轉出來了 然後造成無法好好保護出投石車 那投石車一直被請騎兵 跟這個騎士拆掉的話 對面載毛就可以針對自己的一個 疾兵跟強奴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死胡同 那這一點也是沒辦法 因為黃甲克這邊是前壓的關係 後面要轉出大量擊兵 也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畢竟自己的農田數也不太夠 因為他是打工兵路線的 因為工兵轉步兵跟騎兵路線的時候 肉的轉變是非常需要去練習的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說 工兵就是要木頭多 所以我挖木的人多就好 那田的話就可以不用撒這麼多 這關鍵是對的 因為不這樣打的話 就沒辦法把工兵國打出最佳的一個配置 經濟配置 但是如果你是要轉幣的時候 還是要轉大量田 那就要再投資更多的經濟建設 所以導致後面轉兵轉得很痛苦 就是這個原因 那後面這個手推車也是50分鐘後才點 所以造成他這一大段的一個經濟距離 讓他沒有辦法非常的好 輪軸也是快到電龍時代才點到的 所以皇甲克應該主因是出在這個一級農田 跟二級農田 還有這個輪軸跟手推車上的問題是比較大一點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各位再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